根據中央地調所的調查 我國領海範圍之內 至少有六處海底火山 而這些海底火山 位在水下一千多公尺的深海 要如何觀測呢 海洋研究團隊透過海底地震儀來監測 接著就帶您一起去看看 研究團隊在甲板上分工合作 協力將海底地震儀布放進東北外海 作為觀測海底火山的重要媒介 地殼速度構造的調查 臺灣東北海域位在沖繩海潮南端 在板塊螢幕下形成火山地形 除了露出海面的歸山島是典型案例 在水下一千多公尺深的深海 還有海底火山分布 根據中央地調所的調查 我國領海範圍內至少有六處海底火山 當中又屬火龍火山一 火龍火山二 與棉花火山較為活躍 研究人員表示 若要全面瞭解海底火山的活動 還需要更長期的監測 為了累積更多臺灣周邊海域的地址 及海底地震資料 中研院也和國研院海洋中心 以及中山大學合作 研發準寬屏海底地震儀 這種地震儀能偵測到 從遠方傳來的低頻地震波 因此能應用在更大範圍的監測 他可能在海床上面 待一個月到三個月 甚至到九個月到十二個月 去偵測海域所發生的地震 然後事後把資料拿回來以後 去理解這些自然的這些地震 穿透地殼的時候 哪一個板塊是到哪一個板塊底下 然後他們之間的相對運動是怎麼樣 透過持續監測 了解我國周邊海域的地址狀況 進一步串聯陸海資料 未來才更能掌握地震災害的預防 記者張瑜山 陳慶忠採訪報導 關於日本的機械 這個地方是否真正的公園